好年底最受到球迷關注的 也就是世界12強賽事 將會在比賽距離 剩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 就要在台北大巨蛋來正式登場 那台灣作為B組的主辦國賽 今天也正式的來舉辦了 這一場破蛋啟動儀式 那長官拿著鐵錘敲下去的瞬間 也象徵這一場 世界12強賽事將正式啟動 不過現在球迷最關注的 也就是這場世界12強 在台北大巨蛋賽事票價 到底是多少錢 那今天也正式出爐了 大巨蛋這一場世界12強賽事 最貴的票價 根據場次是在3380元到3080元不等 那最便宜的票價根據場次 是580元到280元 也代表這一場在台北大巨蛋 舉辦的世界12強賽事 最便宜的票價將會不到300元 就可以進到台北大巨蛋 來一起為中華隊加油打氣 那這一次還有特別推出一個 非常特別的位置 也就是球迷可以站起來的位置 可以跟著台灣隊的球員們 一起來加油打氣 那票價是2980元到2680元 那講完價格 大家其實最好奇的 也就是這個台北大巨蛋的世界 12強賽事到底何時開賣 現在也公佈了 那這次在台北大巨蛋的限量的套票 中信的卡友將會有優先的購買權 將會在9月27號的12點到晚上的 11點59分正式來開賣 中信的卡友將會在10月3號的 12點到11點59分 都會可以來進行搶票 不過大家最關心的 也就是一般的票價 到底什麼時候開幕 也就是隔一天的 將會是在10月4號的12點 正式來全面開賣 因此這一次的票價 其實大家搶得還是非常的兇 不過這一次最重要的重點 也就是世界12強 將會是由東森電視來轉播 來一起為中華隊加油打氣 還要上場現場最新 再把時間盡頭交還棚內出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